其實在過程裏面 如果是屬於公屋的居民 因為我們在房署的一個住戶紀錄 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當大家如果是作為公屋的居民 可以即時已經可以確認到住址 從而就可以拿到健康碼這個帳戶 但是如果是屬於非公屋居民 他們就要在網上上傳有關的資料 譬如說是水費單、電費單 或者銀行紀錄 從而可以在後台我們會確認相關的資料 至於如果是有些朋友 可能他沒有這樣的單據 那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也都可以登記了他的地址之後 我們會寄封信給他的住址 從而他收到信 裡面有一個開戶的個人的號碼 他們便可以開戶 這些過程我們會視乎入來的數量 後台需要的時間 我期望就應該可以在下個禮拜初話中 大家就可以收到有關的確認 從而剛才所說的非公屋住戶的朋友 便可以去開戶 和內地通關用的香港健康碼系統 開始網上申請 暢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 截至上午10點 有超過2萬3千人註冊 系統早上9點開始接受登記 有註冊帳戶的專用連結 之後需要填名等個人資料 除了住在房委會公屋的申請人 其他申請人要上載住址證明 然後系統要求設定帳戶密碼 填好和上載之後 系統顯示已經大交申請 並且有登記參考編號 成功預約的人之後 會收到手機短訊確認 話帳戶處理中 整個過程大約是10分鐘 港康碼分為紅碼、黃碼和綠碼三種 紅和黃碼都不可以過關 當局提醒 預先開通港康碼系統 是為了市民試用和熟習 市民不用急著申請 而安心出行即日開始更新到3.0版本 以便上傳過去31天的行蹤 去到港康碼系統 和內地通關用的香港健康碼系統 開放網上申請 暢新及科技局局長施永恆說 當局需要時間核實 非公屋住戶的申請人住址證明 預計下星期可以收到確認 作為公屋的居民可以即時 已經可以確認住址 從而可以拿到健康碼這個帳戶 但如果是屬於非公屋居民 他們就要在網上上傳有關的資料 例如水費單、電費單、銀行紀錄 從而可以在後台確認相關的資料 至於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他沒有這些單據 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也可以登記了他的地址之後 我們會寄封信給他的住址 從而收到信裡有一個開戶的個人號碼 他們便可以開戶了 這些過程 我們會視乎入來的數量 後台需要的時間 我期望應該可以在下個星期 在初話中大家便可以收到有關的確認 邵永恆又說 各界響應捐贈智能電話比起預期好 暫時已經有過萬步 數字仍然在上升 阿平局公布進一步 精簡2023年中學文憑市 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要求 有10個科目會取消校本評核 除了早前公布的通識教育科 還有中國文學、英語文學、生物、 化學、物理等 而中國語文、英語文、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這四科的下本評核會精簡 包括減低占分比重 在精簡公開考試評核要求方面 除了早前公布取消中國語文科考試 部分科目會改為將必答題改為選答題等等 下評局說 進一步精簡評核的要求 以釋出教學時間 讓師生在學與教方面更具彈性 海關在過去一個月破獲11宗 泛運派對毒品案件 檢獲約值3600萬的懷疑 遙頭園和大麻花 海關展示檢獲的毒品 海關說聖誕及元旦假期臨近 毒販團即大量毒品意圖轉售 海關加強執法力度 在11月至12月上旬 一共破獲10宗懷疑遙頭園的案件 約值340萬 同一宗懷疑大麻花案件 檢獲153公斤的懷疑大麻花 約值3260萬 海關說自至12月初 今年一共檢獲690公斤的大麻 較去年上升近一倍 會繼續適時調整執法策略 打擊販毒 用來和內地通關之用的 香港健康碼系統 今天起開放網上申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 頭一個中已經有超過23000人註冊 不過要拿到健康碼 還要核實住址 政府說最快下星期才完成 香港健康碼系統 上午9點起接受登記 線要註冊帳戶 需要填名 身份證號碼 電話和地址等的個人資料 除了公屋住戶 其他申請人都要上載住址證明 然後系統要求設定帳戶密碼 還有選出兩條安全提示問題 給有需要重設密碼的時候用 完成填寫和上載之後 系統顯示已經遞交申請 並且有登記的參考編號 之後會收到手機短訊確認 說申請處理中 整個過程大約10分鐘 不過完成申請不代表即時拿到香港健康碼 還要等政府核實住址 向申請人提供識別碼才可以啟動帳戶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 公屋住戶申請人的住址 系統可以即時給對確認 提供識別碼 但其他申請人最快下星期才完成核實 有些朋友可能沒有這些單據 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也可以登記了他的地址之後 我們會寄封信給他的住址 從而收到信裡有一個開戶的個人號碼 他們便可以開戶 這些過程我們會視乎入來的數量 後台需要的時間 我期望應該可以在下星期初話中 大家便可以收到有關的確認 啟動帳戶之後 申請人還要更新 安心出行最新3.0的版本 相傳過去31日的行蹤 到港康碼系統 才可以獲發健康碼 港康碼分紅碼、黃碼和綠碼三種 紅、黃碼都不能夠過關 綠碼只是拿到的當日有效 當局提醒先拿到港康碼 不代表先獲得通關的配額 市民不需要急於申請 強調預先開通系統 是要令市民適用和熟習 無先電視機者關可為不鬥 立法會全屆選舉 今天月19日舉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到社區派宣傳單張 呼籲市民擁躍投票 就快就是立法會選舉了 我今天特意出來幫忙宣傳一下 陳茂波在網至華 今屆候選人名單有更廣泛多元的背景 代表本港不同階層利益和政治光譜 除了熟悉的政黨人士 亦有很多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 商界、勞工界、前官員等 以至來自基層背景的人士 他相信未來立法會的組成更能平衡 照顧香港的整體利益 特別是解決香港在過去積累的深層問題 陳茂波又呼籲市民投票 選出有願景和希望香港發展更好的代表 為香港明天打平 全港27間提供自資課程的專上院校 其中13間院校的修生人數比去年下跌 有升學輔導機構說自資院校可能會出現到閉潮 文憑是校生 除了可以入讀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等課程 自資院校課程都是另一條出路 教育局公布27間提供自資課程院校的修生情況 20間院校這個學年實際修生未達到預期 有13間修生人數甚至差過去年 其中8間修生人數不足100人 預計修生104人的教育大學 最後只是修生71人 按年跌大約5成5 計劃修生155人的能人專上學院 也只是錄取44人 至於珠海學院 原本計劃修生680人 最後只有66人入讀 這兩間院校修生同樣按年跌大約2成 也有部分院校修生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及港大附屬學院 修生超過3700人 按年升大約1成 理大專業進修學院和香港專上學院 更加錄取近6000人 升大約5% 有升學輔導機構說 文憑市考生人數減少 院校修生下跌屬於意料之內 擔心自資院校將來出現倒閉潮 他建議未能入讀資作學位的學生 如果考慮讀資資副學士要量力而為 評估自己能否在競爭中升上心儀學士學位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導